关于民进党立委赵天龄的婚外勤风波 他在稍早正式宣布会退出立委的选战 也再次向家人跟支持者致歉 这是晚间最新的消息 而再来看是关于职业的选择 现在进入第四季 有高达八成七的企业都在争裁 而最缺人手的就是餐饮旅宿了 不过对年轻人来讲 他们不只要好的薪资 也希望追求生活跟工作的平衡 哈喽 大家午安 对着手机直播带货 二十三岁的佩佩 不怕在镜头前表现自己 今天我早上七点半 跟上班族们一起挤公车 你们也知道我平常就是 大概出门时间就是晚上十点之类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出门 就看到他们脸上满脸的疲倦 与粉丝互动 每天直播两小时 月收入上看六万 以前小时候觉得电视购物专家 好像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职业 就是一样是可以漂亮亮 然后同时又可以展现自己的口才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啊 那就试试看好了 然后我就因为有机会转了销售直播 那做到现在也差不多快满两年了 在这之前 佩佩是餐厅的服务生 工作五年 她感受到职场环境不友善 毅然决然逃离餐饮业 从不舒适的舒适圈离开的还有她 最近在帮一些就是仓鼓的中途 然后做一些外界的案子 一个月前游小姐还是一名上班族 在美妆品牌做平面设计 在几个月就准备领年终 她却决定地上辞呈 公司内部的调整 就是我们目标客户有蛮大的变动 然后我们公司的能力就是没有增加 然后还有减少这样子 所以就是可以预期到下半年的 工作量会增加蛮多的 那当然薪水就是一样的嘛 就是不会有额外奖金什么之类的 通常大家都是会建议说 你等年后我再转职嘛 然后再来也是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都是做正职工作 比较没有说就是真的 以兼职为主这样子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 放弃将近十万年终奖金 自己接案当起SOHO族 时间安排谈性 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自己有在寺庙当义工 那其实我这一次辞职 就是除了刚好有兼职工作之外呢 就是我们寺庙下半年 它会有一个比较繁忙的法会 它是连续的 然后我现在辞职 我就可以去帮忙 所以我十一月到十二月中午 我就会一个礼拜 有两三天的时间 会在寺庙帮忙 然后其他天我就去打工 对就是时间上是可以自己编排的 要选择稳定工作 还是冒险出走 对不少上班族而言陷入两难 李小姐过去在五星级饭店工作 离开之后 现在又兴起回国念头 在观望一下就是如果就是觉得福利跟薪资结构就是是可以接受的话那可能就会再回去 因为缺工问题饭店业提升薪资揽财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第四季的工作机会数达六十六点八万个比去年成长百分之四 其中最大人才缺口的产业是餐饮旅宿业有超过十四万个工作机会 少子化的原因所以导致很多企业的基层人力出现了断层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求职意向改变了 他们不太愿意再做以往正职朝九晚五可能要被绑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反而宁愿追求更弹性的工时多间几份差也希望可以达到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工作机会虽多但现代人想追求的不只是工作成就 更重视生活品质 这也导致不少人宁愿选择相对不安稳的人生规划 有一些可能工作了七八年十年左右三十岁出头的职场人人士 他们对于工作跟生活的需求可能也会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累积了部分的经验之后 又再加上工作这段时间累积了一定的财富 所以他可能会想要在四十五岁之前有一些更勇敢更冒险的举动 可以让他们达成自己人生的目标或是心里想要追求的方向 不论选择稳定还是勇敢冒险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只要想清楚了 每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 TVB的新闻持有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如果要退休的话该准备多少钱呢 金融机构的调查呢达到的数字是一千四百三十一万 不过有两成的台湾人其实没有习惯定期检视财务规划 钱钱钱有钱不是万能 但没钱可以说是万万不能 劳工们拼命工作赚钱除了是享受生活 也是要替退休后的生活好好铺路 摊开银行发布的2023台湾全民财务健康关键报告 民众在财务规划面向最需要加强 针对未来退休生活认为每个月生活费需约五万元 而至少要准备新台币一千四百三十一万元才能退休 有三成的这个台湾民众呢 其实对于财务规划是没有在进行的 那六成的客人其实是很关心所谓的退休的规划 但其中却居然有五成的民众呢 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退休计划 退休要准备多少钱当然因人而异 不过不同机构做出来的调查至少都是千万跑不掉 就有受险公司已退休后余命二十年来计算 日常开销约五百万 医疗费用两百八十万元左右 若以国人平均照护需求七点三年计算 也要准备约两百五十万 算下来保守估计要一千万以上的财富老本 若是以主计处最新统计来说 六十五岁以上的家庭平均月支出六万元 以六十五岁活到九十岁来算 一个家庭退休金准备就更得要一千八百万 不要认为你还年轻时间还很早 但是时间一放就过去了 我是建议你看四十四岁的时候 我是三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投资准备 做所谓的退休准备基本上对你会是比较好的 单靠政府退休金可能需要考量 因为当然它是一个基本保障 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 一个是你要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当然这退休金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最好你有自己的房子 不仅要越多越好 而且还得要越早越好 根据数据显示 每晚十年开始准备退休金 每个月要存下来的准备金 就得要高出一倍 而针对存退休金的财务管理 除了专款专用的落实 不能因为其他计划挪用以外 同时也得要注意四大风险 包括自身寿命的增加 以及通膨风险 若以每一年通货膨胀3%换算 现在的100块只要经过30年 只能买到41块的东西 而健康风险也很重要 毕竟随着年纪增加 进行医疗行为的情况也会增加 第四个就是投资风险 看看2003年的SARS危机 2008年的次贷风暴 还有近期2020年的新冠肺炎 必须先设想好未来景气不好的状况 人如果不理财的话 财绝对不会理人 所以一定要会理财 越懒惰 你不肯就花力气去研究投资的话 你就可能只有存钱 你得到的回报率是最低的 但是金融商品有很多种 谁都想要悠闲退休 但想要迎接第二次黄金青春 拥有无忧无虑人生下半场 最现实的财务问题 就得要早早开始规划 而近期在选战当中 常被讨论的内阁制 真的可行吗 如果要修宪的话 必须要经过国会 还有复决的程序 其实难度非常高 记者会中柯文哲主动再提内阁制 而其实针对台湾政治体制的探讨 早就不是第一次主张 总统应该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并且接受立法院的质询 呼吁要建立权责相辅的总统制 最终实施内阁制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面 就是柯文哲的民意支持度很高 不过民众党的确是一个小党 所以在未来执政要组阁的时候 需要广纳各方的人才 而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跟国民党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 另外我们也同样有三党不过半的 这样子的共同的政治诉求 按照现在的体制的话 很容易就是变成一党独大 然后总统权力非常的大 不管是什么样的体制 其实要改变现状 要改革一个体制 都需要是全民的一个共识 尽管蓝白和八字还没有一撇 但针对执政后的未来蓝图 与施政政治模式 2024在野总统参选人 也算有一定共识 我们的总统是有权无杖 那我们的行政院长是有杖无权 这些东西都是很长远的 国家限改工程 那可能要耗费30年以上的时间 还不一定改得成 毕竟台湾的政治体制 跟英国跟日本 这些内阁制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支持联合政府的理念 那在台湾过去的政治史上 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联合政府 把下架民进党当作终极目标 不过把内阁制当成愿景 被曾经也提过内阁制的赖清德痛批 只是为了分配资源 点出内阁制的确有其优点 但是台湾的情况特殊 是没有办法走百分之百的总统制 而修宪所采取的双手掌制 有其道理 联合政府的概念是不得不的结果 1996年民选总统 然后李登辉总统发现说 我虽然是民选的总统 但我要任命行政院院长 并不能随我所欲 然后另外一方面 民进党会发现说 我有机会当选总统 可是如果我当选了总统 我任命行政院长 还要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还是国民党 我还是没有意义 所以两边一合流 就把那个立法院的同意权拿掉 所以从此以后就变成行政院长 是总统的执行长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台湾是双手掌制 不过现在实际上走的 却是半总统制 甚至总统制 转折点就是在1997年的修宪 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时 不必经过立法院同意 总统可以任命行政院长 同时也可以免其职 而行政院长对于这件事 是没有附属权的 行政院长角色 俨然成了总统的幕僚长 而不是独立行使职权的行政首长 但当总统成了最高行政首长 却不受到监督与质询 跟水扁的例子就是 我即使是立法院少数 我都可以自己组阁 自己做自己的政策 我为什么要跟你其他人联合呢 那连立法院多数我都可以不怕 我都可以自己组阁 那还有比这个 还有比这更大的诱惑性吗 我辛苦选上总统 难道我行政院长要给别的党吗 所以我觉得 从陈水扁那八年的例子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没有很强的政治共事 那在我们的宪法底下 总统专权去指定他自己的行政院长跟内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修正通过 修陷有多难 回想十八岁公民权修陷案 即使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最后还是卡关 修陷的高门槛实际难以跨越 眼看二零二四总统大选将至 再也利用内阁制 带出联合政府概念 再深入捧一层 就是要在双手掌制之下 强化权力制衡的作用 同时扩大未来政坛的更多弹性 最新闻中段容 崇岳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关心健康 如果您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 就要留意是否会并发肺部纤维化 因为大约有10%到25%的患者 会有这样的情形 而早期的症状就包括 像是胸闷容易喘跟疲倦 至于预防的方式 得从生活做起 保持饮食均衡 也不要任意的进步 内风湿性关节炎 属于全身性自体免疫疾病 当气泛到肺部时 刚开始是发炎 时间久了之后 就会纤维化 临床发现 大约有10%到25%的 内风湿性关节炎病友 会并发肺部发炎 肺纤维化 值得注意的是 内风湿性关节炎的疾病 活性很高 即使是稳定控制的病友 也有机会出现肺纤维化 内风湿性关节炎的 有很多并发症 那其中一个比例比较少 但是非常致命的并发症 是我们的肺纤维化 我们的肺纤维化 占我们的内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患 大概10%左右 对 那肺纤维化 通常会以慢性的症状 一开始作为表现 也是慢性咳嗽 或者是比较呼吸困难 呼吸喘 走路比较 没有办法走很远 按照一些过去的文献 发现7.8%的人 会有一些临床表征 但是如果做了大规模的 电脑断层的检查 发现有快20%的人 其实已经有肺部的侵犯 所以我想病友们 如果有一些呼吸道方面的不舒服 要赶快跟您的阻止一次反应 目前为止 很多治疗方式都在正在进行发展当中 像有一些可以抗纤维化 现在也在经过病友们 还有一些学会的努力 希望可以得到健保局的给付 内风湿性关节炎是一个侵犯关节为主的疾病 但是这类的病人族群仍有两成到三成的病人 他可能会侵犯到肺部 如果本身是一个60岁以上的男性 以前有抽烟的习惯 内风湿因子指数比较高的病人 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所以如果出现有发烧 疲倦 咳嗽 以及慢性的传的状况的话 都应该要跟医生讨论 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 包括X光片肺功能 或是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 来排除是不是有肺部的侵犯 因为目前的药物的进步 有很多好的药物 如果能够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 对肺部的功能的维持 以及疾病的控制 都会有很长远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有一些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 比方说要戒烟 避免二手烟 有些药物也要极力避免 因为这个疾病的后遗症 会影响到很多的生活品质 可能会造成死亡 有些人先说 两三年之后 很多人都会不幸去世 肺风湿性关节炎 除了关节之外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共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肺部的侵犯 刚开始有些病 有可能会出现咳嗽 或者是做剧烈运动的时候 会喘不过气 也有人会感觉到疲倦 或者是连讲话都不能一口气讲完 这时候就要小心 其实已经有肺部影响 最严重的情况叫兼职性肺炎 目前已经有比较先进的生物之际可以逆转肺纤维化 虽然比例不高 但是肺纤维化会导致我们的呼吸衰竭会致命 那也请我们的肺风湿性关节炎病人 要定期追踪 定期回诊 肺风湿性关节炎 它是一个全身性化验的自体免疫病 那很常见就是大家只注意到关节的问题 事实上它有更可怕的 它会侵犯到肺脏 然后侵犯肺脏 尤其是兼职性肺炎 它会导致死亡 肺风湿性关节炎病友 无比定期追踪肺部的状况 若肺部状况恶化 医师建议可使用抗纤维药物 及早介入治疗 延缓肺功能恶化速度 避免肺纤维化 TVBS新闻 陈如环 焦翰文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全球最冷的地方南极 因为全球暖化 气温上升 也让海滨融化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消融的面积甚至写下了新的记录 气温在冰棚上活动 排排站一一跳入海水 仰赖海底淋下作为食物 而厚厚的冰棚 也能作为抵御天敌的障碍物 但这样的气候景象 开始出现变化 2020年绿色和平从北极出发 一路到南极做调查 而抵达南极时正式夏季 当时气温竟然出现比台湾 还要高温的状况 去之前觉得应该会很冷 因为就是想说是南极 然后可是去到那边 就是其实平均的温度 其实都还天气还蛮好 然后还蛮热的 然后就觉得蛮压抑 然后也分享说 就是他亲眼见证 就是南极的农兵越来越多 然后船可以越开越进去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在南极的时候 我常常会听到很多 就是冰山崩塌的声音 就是像打雷的声音 原本应该被白雪覆盖的白色大地 因为气温升高溶解后 露出咖啡色土壤 海滨冰棚的减少 冲击气额的气地 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 今年9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的北侧 还有在这个东北侧这一带 还有在南侧 它海滨消耗得非常的快 全球最冷的一个地方 它也已经受到暖化的影响 那么这样暖化的影响 让它这个海滨的消耗 可能会更加速 那加速来讲的话 除了会影响南极本身 它一个生态环境以外 其实它也会改变 大气的一些环境的一个条件 从记录海滨面积的分析图上看 2015年之后 海滨的面积就急速下降 而这样的状况到了2023年 更加严重 下降幅度继续扩大 主要原因恐怕就是 今年1到9月的地球均温 比工业革命时期高出了1.4度 同时全球海温也破纪录 不只是地球发烧 整个海水温度它也沸腾 那特别是在北极跟南极 过去几年其实常常上新闻 就讲说北极海滨的面积 一直在破纪录的减少 但是今年非常特别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今年整个海滨的面积 跟以往的气候平均状态比起来 它异常的偏少 所以科学家他提醒告诉我们 就是说连南极这个区域 在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 非常极端的一个状况发生 南极它的海滨的一个覆盖面积 达到它历史上最少的一个一年 根据哥本哈根气候服务月刊资料 今年9月全球平均温度高达16.38度 比2020年9月地球均温高出了0.5度 过去各界把气候暖化焦点 着重在北极熔冰 但从2016年以来南极海滨面积缩减 2023年7月的南极海滨面积 比1981年到2010年的平均减少260万平方公里 减少幅度创新高 我们在地球南北两极最冷的地方 那么它的这个温度随着海滨的减少 它的这个暖化 太阳光会更加速地加热在南极跟北极 这边的这个海洋 所以会造成这边的这种熔冰的现象 又会更加速 所以它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加速器 所以就改变整个地球的一些大气跟天气的一个形态 南极是升温最快的区域 那根据统计呢 其实过往它在夏季熔冰 冬季是会回复到它原本的厚度的 但是科学家发现2020年之后 冬季慢慢地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它过往的这个冰层的厚度 那到今年它已经是破纪录的史上冰层最薄的记录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融化的这个速度是一直在增加的 那根据统计它从这个相较于1980年 它所融的这个冰层已经是相当于72个台湾的土地面积了 一旦两极海滨融解越多 海水就会吸收更多的太阳热量 海温升高影响气候调节生态环境 气候的后劫已经不能忽视 TVBS新闻中德龙 刘宇军台北 蔡宝不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